啊 耶 哥吉拉之旅啦 那我們今天晚上就像早上7點的時候起床錄了 我們的圖鑑後來發現哇差一點來不及哦 就是趕去我們那個 google現場拍攝了結果回來已經是 9點10點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晚上的11點 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部影片了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的晚上9點一樣 哥吉拉時間了好不好 那哥吉拉今天要幹什麼東西呢 當然就是要來好不好 有新角色出現啦 天草四郎好不好 是我們的這個戰鼓武將系列哦 那這一次的話基本上的話 也是有我們這1500罐罐的這個超級必重時間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來 試一下我們手氣好不好 再幫我們哥吉拉 湊一下我們的新角色出場好不好 天草四郎不知道究竟長什麼樣子 也不知道他到底厲不厲害 所以大家如果已經有抽到他的話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想法 我記得這個戰鼓武將系列 好像都是對那個黑色的敵人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效果一個角色好不好 復甦的死罵來打得你好不好 Kyo mo ko lo yoko le da kincensei seo 然後你牛卡 噗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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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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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好不好 這看起來也是對黑色敵人有一個大傷害的東西哦 來看一下這一次的全新角色 天草四郎 四層長好不好 攻擊力稍高的角色是嗎 這個意思嗎 烈波攻擊 然後惡魔 哦他也是那個對惡魔 阻禁有一個那個傷害的 一隻角色的感覺好不好 所以這個應該還算是 ok 的好不好 到時候如果出台版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用台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哦 那我們今晚就來抽一下 我們的一千五百罐罐 看一下我們的哥吉拉好不好 會不會又有新的夥伴可以登場 畢竟一千五百罐罐必中嘛 那我們就看一下究竟會出誰呢 來 let's go 十一連抽 好不容易存到了一千五百罐罐哦 看一下會是誰登場 第一隻是我們的聖女貓貓 沒有問題這個絕對換NP 再第二隻是我們的小偷貓貓哦 哎這個也是沒有問題 準備換NP 再第三隻來 是我們的功夫貓貓 哎三點貓貓貓哦 這個的話應該也可以再 剩下因為好像有人說他很厲害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好不好 有人說他很厲害哦 再第四隻 樹前貓貓我怎麼覺得感覺要最後一隻 才會中超級了啊 不要這樣哎 幹嘛啊 不要這樣鬧哎 再下一隻 嘿 貼龍貓這個還行啊好不好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 機稀有雙拼部隊啊 來再下一隻 拜託了哇 我覺得有點慘啊 是我們的海賊貓啊不要鬧啊 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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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武田信犬 這隻不是最後一隻啊 但是至少11連抽 大概會中兩個是超級戲哦 還算不錯 而且我這次上他沒有武田信犬哦 nice 下一隻搖滾貓 但是我希望最新的好不好 來一隻 天草四郎 那我看看他到底厲不厲害 好車的貓 感覺快了哦 有沒有人就是一次抽 差不多五隻以上的超級啊 應該很難吧 我記得我之前最高好像才一次三隻而已吧 就是 11連抽三隻這樣子哦 來囉各位 最後一隻來了 天草四郎 謝謝大家 哎沒有 暖桌貓 應該就是這隻的下面了好不好 拜託了暖桌貓 暖桌貓拜託你了 天草四郎謝謝你 哇 omg 這隻我好像已經有了 格吉拉的戰隊不需要你了啊 好吧 那代表我們又 我們又開始無緣了好不好 我覺得最近的那個最新角色啊 我的日版好像都沒辦法先跟大家介紹 比較可惜一點點哦 但是如果大家有抽到天草四郎的話哦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哲民分享一下 他究竟好不好用 好不好 我們再看一下 究竟他力不厲害哦 再請大家分享一下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打一下這個哦 我們的漫波漁網的東西 好不好 這邊的話 三個關卡而已 我們就來挑戰一下我們這個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的話 三個問號 然後他是沒有那個 點數設 點數限制的 所以他基本上 你想要打多久就打多久哦 應該是沒什麼事情的哦 好那麼一樣用我們的哥姐啦 開燒啦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這一次就是日版的這個 惡魔族的這個系列關卡啊 總共出了兩隻吧 目前看到了兩隻 一隻是我們那個 腰什麼雞啊 閒 閒 閒什麼 閒妖女嗎 還是腰閒雞 啊忘記了 反正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 學 學美少女裡面的那個 惡魔族的那隻角色好不好 很大那一隻 我忘記叫做腰 腰什麼了好不好 還是嫌什麼東西鬼 哈哈哈 又腰又嫌好不好 那這一次的話 我們戰國系列的話是出了 我們一隻這個 天草四郎哦 我覺得應該 也還蠻不錯的啦 畢竟接下來的話 我覺得PONOS應該就要主打 就是我們那個 惡魔種族的一些東西出來的 所以可能大家要再來看一下 有哪些惡魔種族的東西 哎你們是可能會比較 害怕或是比較麻煩一點點的哦 那沒有問題 我們就直接給哥吉拉 燒過這個 海域關卡 那這關的話 應該就是讓大家可以拿那個 漫波魚系列的角色的關卡啦 好不好 應該是沒問題 有沒有取得 沒有哦 果然就是一樣衰 在第二關 是我們七子屋統帥力的 其實大家可以從這個統帥力 來看到就是 大概啦 就是那個關卡的強度落在於哪裡哦 因為統帥力越高的話 基本上那個關卡就越難 其實我們那個傳奇關卡 有一個是那個八百體力的 那個是真的 有點猛 好不好是有點猛 但是我的影片好像沒有 就是忘記是哪一集有打過去的 但是我們就是 那關有很多很多的那個小迪人哦 稍微會比較可怕一點點 好我們這邊割起來 應該是可以一下燒死一隻那個漫波魚 火烤就是美味好不好 哥家放火烤起來 沒問題 那螃蟹就比較慘一點點了哦 螃蟹就完蛋了 螃蟹 我螃蟹 我螃蟹這隻好強哦 所以是這個關卡這次比較弱吧 我覺得 因為 我們上次打他下面的關卡的話 好像就螃蟹就沒那麼弱 這螃蟹居然哥家燒一下就爆了哦 哥家還蠻行的哦 哎 哥家打這種簡單活動關卡 真的是很開心哎哈哈哈 哦來了 曼波魚王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一次燒一隻螃蟹的話 就不用緊張了哦 燒爆他燒爆他 再見了螃蟹哎呦 加油加油加油 燒爆他燒爆他 繼續哇 到底是哥家厲害呢 還是我們的漫波魚王厲害呢 我覺得漫波魚王現在一下 可以把他們打飛 對我們還造成蠻 蠻麻煩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沒辦法往前走的話 就燒不到漫波魚王了 那我覺得哥家燒一次漫波魚王就掛了 果然好不好 這完全沒有問題的 漫波魚王下去好不好 ok ok 太好笑了 nice nice 哈哈哈 啊就是他螃蟹了 但是哥家的戰隊的話 有一個缺點就是他 走路速度慢 然後他是單體攻擊的 所以如果遇到一大堆那種就是 超級密集的那種小敵人 就會真的很辛苦啊 但是我們這邊的話 是可以用貓炮來輔佐他哦 應該是ok的哦 那大家基本上現在台版 有沒有在玩我們哥家之旅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玩 哥其他的一些看法好不好 基本上哲平 只是非常非常喜歡哥吉拉之角色 但是如果之後有一些更喜歡系列的東西 出來的話 可能就要把他換掉了 那就不叫哥吉拉系列了 哈哈哈 但是我們的 日版戰號名就叫做哥吉拉之旅 還是會啊 還是會讓他繼續登場啊 畢竟 我們就是把他當作一個吉祥物帶在身上 這樣子哦 除非 除非之後我們那個 有沒有 真的有榮幸跟那個 貓戰合作 我們在開一個哲平貓之旅哦 你應該就很ok了 來囉 像這關的話就可能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這關的話都是我們這種就是 比較多分量的這個魚啊 那我們這邊的話哥吉拉只有一 是 打一隻的話就會稍微比較辛苦一點點哦 加油加油加油 沒有問題 乃斯 繼續噴起來 哇完了我覺得這關 鐵鐵鐵要貓泡幫他了哦 鐵鐵要貓泡幫他了哦 這關沒辦法哦 如果要用哥吉拉單挑的話 應該鐵鐵鐵沒辦法 因為這邊會被魚給打死 還有貓泡 好這邊全部都死光好不好 來啊單挑啊漫波魚王來 你噴我一下我噴你一下 啊 完了不是 完了好好好 別鬧別鬧了要加盾牌了 哈哈哈哈哈哈 完蛋了他噴一下我們就掛了耶 但是我們噴他一下他應該也掛了吧 哎沒有哎 完了完了完了 我們噴到一下他沒掛哎 要噴兩下才掛 那越來越多隻漫波魚網了 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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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定死定死定 我出錯了白痴 但是我出到哇我出到蓋牙了 好我們看一下哦 如果我們出到這樣的蓋牙的話會不會 就是還贏不了 我覺得應該這樣就贏了啦好不好 但是螃蟹 哎螃蟹也沒辦法一次被燒掉了哎 那我覺得這邊的話 可能會蠻麻煩的哦 因為上一關會比較ok的原因 就是因為螃蟹這邊燒的掉哎 那我覺得這邊我們應該 應該也要爆開了 開個冒泡給他 可不可以啊蓋牙 蓋牙感覺不行哎 螃蟹怎麼直接強化成這樣啊 太誇張了啦 好啦 我原本想說蓋牙粗出來我的錯 但是這關的話 可能還是給靠 給靠一些比較厲害的角色哎 這沒辦法哎 這螃蟹真的是很誇張哎 其實漫波魚系裡面最強的大概就螃蟹了吧 我覺得螃蟹是比那個漫波魚網還要強 你知道嗎 因為螃蟹好硬哦 天啊 而且他 他累積起來之後的話 那個螃蟹的爪擊是 真的夭壽貴耶好不好 是真的夭壽貴的那種哦 沒在跟你開玩笑 同步的螃蟹 同步的螃蟹 好 這邊把我們盾牌加起來的話 就整個沒有問題了好不好 哈哈 我有時候就哥家之語比較特別啦 哥家之語我就很想要看 哥家可不可以直接跟那些角色單挑 啊如果不行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好不好 畢竟 畢竟 他是活動角色嘛 活動角色真的是沒有辦法 就是一個人獨當一面哎 就是 目前來說哪一隻活動角色可以獨當一面 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好不好 哈哈 哪一些角色是可以獨當一面的 我其實不太知道好不好 你們可以分享一下 像那個誰啊 小媽應該也沒辦法獨當一面啦 我覺得如果之後 如果哲平貓可以獨當一面的話 那應該會蠻爽的哎 哈哈哈哈 我就變成超厲害的貓貓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不太可能啦 大家都 就要公平這樣子哦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日本版這邊的這個 哥家之旅啊 本來是想要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 全線角色好不好 天草士郎 那這邊 1500罐罐好不容易累積起來 但是還是抗估 不過 至少抽到兩隻超級貓貓 也還算是賺啦 至少抽到我們的武田信玄 還有我們的真田信玄 好不好 大家這次有沒有抽到我們天草士郎 也可以分享一下天草士郎 這角色的力不厲害哦 還有你們一些使用上的一些方法 好不好 那麼這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 拜拜啦 拜拜